好,剛剛我們講說,我們進入到人體模式,可能會產生一種純散性的焦慮 你可能會覺得自己說,可是我呢,我其實呢,我不害怕死亡 我不會因為死亡而感到焦慮 所謂的死亡焦慮或死亡的恐懼,並不是真的你講到死亡 然後你就很害怕或很緊張,很害怕自己死掉 這叫死亡焦慮,不是的 它通常是存在一種我們類似講情意識的那種狀態之下 你並不知道你自己很害怕死亡 然後你表現出來的行為其實是在反應你很害怕死亡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自己並不害怕死亡,你可能其實害怕而你自己不知道 在剛剛講的四大終極關懷裡面,這個死亡是一個蠻重要的核心 以歐文雅龍來講,不同的存在主義心理治療呢,重視不同的東西 譬如說我們常講那個法蘭克意義治療法 他就比較重視意義這件事情 那像歐文雅龍他是很重視死亡這件事情 死亡這個議題呢,跟剛剛講的那三個呢,其實會產生一些連結 第一個叫做意義,第二個呢,叫做自由 第三個叫孤獨 通常呢,死亡的焦慮有可能是這個針對這三個的焦慮的形式來表現出來的 譬如說我再舉另外一個個案 就是有另外一個也是心理治療師來找歐文雅龍做治療 為什麼?因為最近他的一個好朋友呢,過世了 然後他的好朋友過世之後呢,他開始變得很害怕死亡 他每天都很小心,很害怕自己會受意外死掉 然後也不去,以前很喜歡從事運動的什麼滑雪啦什麼的 他都不去做了,然後每天都擔心自己有沒有生病 然後不斷地去醫院檢查 他開始很害怕死掉啊 然後呢,這個歐文雅龍就問他說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上禮拜我有問過大家 他說,你到底呢,這個為什麼害怕死亡呢? 死亡喔,給你帶來的最大恐懼是什麼? 他問他這個問題啊,他說死亡為什麼那麼可怕? 死亡令你覺得恐懼的是哪一點? 大家可以來回答這個問題 那這個人怎麼回答呢? 他說,如果死掉了齁,我就不能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了 所以死亡最讓他感到恐懼的是這件事情喔 對啊,所以你回答這個問題其實有助於你去 你去釐清你的人生該做什麼? 譬如說有的人覺得死亡最恐懼的就是 我沒辦法再照顧我的父母了 我的父母齁年紀那麼大,我沒有我照顧他們 然後他們會很慘,你會很擔心,你放不下 所以呢,他就告訴你一件事情啊 所以你現在還沒過事,你就應該要好好照顧你的父母嘛 那如果對於死亡的恐懼是覺得 我有一些很重要的人生想做的事情還沒去做 那我就死掉了,所以我也很恐懼 那這件事情就告訴你說,所以你現在應該要去做 你覺得人生很重要的事情啊 不要再去做那些赤字的事情啊 所以去問你自己,到底你對死亡的恐懼是什麼? 你不想死,或你害怕死亡 他想說去文化畫,可是後來呢 念了那個精神科或者是心理科,然後變成了醫生 他就沒有繼續去從事他的藝術繪畫這條路了 他其實很想去做這些事情啊 對啊,然後歐娘說,那你為什麼不做呢? 他就開始找理由啦,他說 因為錢的問題啊,因為做話可能沒有收入啊 他說,錢的問題,你那個心理診所知道啊 你那個生意好得不得了啊 而且呢,你先生也是心理醫師啊 而且他是做那個精神醫療的什麼的 賺更大,你們家應該不缺錢吧 他說,也對啦,沒有缺錢啦 但是呢,我跟我先生有一種沒有講名的那種較勁 我們好像說,你要比誰賺比較多錢 但是說我不能輸他這樣子 那我跟他說,你也是心理醫生喔 假如今天有一個病人來找你 然後跟你說呢 他為了要跟他先生比說誰賺的錢比較多 因為這個原因了 而放棄了他的人生的夢想想做的事情 你為什麼跟他講 他說,我會覺得這個人太荒謬喔 然後他講出來之後呢,他突然驚覺到說 欸,這我人生太荒謬啦 結果這種方法是說,他有點頓悟了,有點修通了 他其實是在對於死亡感到焦慮 可是表現出來的是,他對人生沒有意義這件事情感到焦慮 他可能做心理醫師這件事情,對他來講沒有意義 他喜歡做畫畫 對啊 所以根據心理學的研究是這樣子 一個人的死亡焦慮的程度 欸,一個人害怕死亡的程度 跟他的人生,他覺得自己的人生有沒有意義的程度 是成正比的 你就問一個人,他 欸,你覺得你的人生過了有沒有意義啊? 回想你這一生 如果他覺得人生其實沒什麼意義 那他會很害怕死亡 如果一個人再講他過去 哇,好豐富喔 我這一輩子其實過得非常豐富啊 非常有意義,做了好多事情 然後呢,他會不會怕死? 欸,他比較不會怕死喔 所以害怕無意義跟害怕死亡 這兩件事情是一樣的 第二個,這個孤獨 孤獨也是一樣啊 我們有一般性的孤獨跟這個存在性的孤獨 所謂一般性的孤獨就是我們平常講的那種孤單的感覺 寂寞的感覺 存在性的孤獨是說 我們每個人從出生到死亡 就是一個個體 你完完全全是跟別人是隔開來的 這個鴻溝是永遠無法跨越的 以我們認識的這個世界來講好了 我們每個人認識到的世界都是一個獨一無二的世界 所以隨著你的死亡 你所經驗到的這個世界就不見了 沒有人跟你經驗到一模一樣的世界嘛 對啊 所以剛剛講的那個例子 他為什麼很害怕賣出他的房子 賣出他那些老舊的家具 老舊的樂器呢 因為他覺得他的人生就這樣不見了 然後這張故事就不見了 所以害怕孤獨跟害怕死亡會以這種方式來呈現 為什麼有人會害怕死亡呢 因為他沒有人真正了解他所了解的這個世界 他覺得自己很孤獨 那死亡跟自由的關係是什麼呢 死亡跟自由的關係在於 自由就是指我們人有選擇的自由 那選擇代表什麼呢 選擇就代表放棄 譬如說有三個選項 你選ABC你選擇了A 你就是等於放棄的B跟C嘛 你選擇了一個對象跟他結婚 你就是放棄了其他可能能夠跟別人交往的那些機會嘛 所以選擇其實就是放棄的意思 很多人他不願意放棄 放棄就等於什麼 放棄就等於沒有可能性 所以你做了一個選擇之後 你在這個方面就沒有在於其他的可能性了 所以放棄的就是你的人生就沒有可能性了 那死亡是什麼 死亡就是你的人生沒有第二種可能性的啊 它是一個在確定不過的事情的 所以很多人他會以害怕自由 害怕選擇 他永遠都不做決定 這個形式呈現他對死亡的恐懼 因為死亡就是一種確定的事情 一種呢沒有其他可能性的事情 可是他不想要做出這個決定 他不想要放棄其他的可能性 所以在他人生中喔 他會常常做不下決定 有一刻病人就是這樣子 他呢離婚四年了 然後交往了一個男生 大他兩歲他也喜歡他 可是呢他一直呢不敢帶這個男生呢 去跟他的好朋友認識 有一次他的好朋友辦了一個派對要邀請他 然後叫他帶他男朋友來 他一直在猶豫說到底該不該帶去這樣子 造成很大的心理困擾 他去找他問亞龍 我問亞龍說你到底在害怕什麼呢 他用一個方法說你講一下一下 因為他問不出來 他說你講一下 現在呢你沒進到那個派對的現場 然後呢你帶著你的男朋友 你們手填索然後進到會場 你覺得會發生什麼事情 或你的感覺怎麼樣 你描述一下 他說呢他會覺得非常厭惡 然後呢他想要趕快把手甩開 然後他不想要讓別人知道呢 他們是一對 為什麼呢他繼續問他說 因為如果讓別人知道我跟他一對呢 我就等於死會了 我就等於被定下來了 他們那個英文的死會了 這跟死是有點關係的 所以他就突然發現到這個雙關語 對啊 他就被定下來了 他就死會了這樣子 然後有另外一個病人是一個醫生 一個醫生呢 他原本在一個地方開診所 然後他跟他老婆結婚之後呢 就搬到他老婆住的地方去一起住了 然後在那邊也 在醫院上班嘛 可是他每個禮拜喔 都要抽空兩天 回到他以前的那個地方呢 去看診 然後呢 回到那個第二個地方去看診之後 還怎麼樣呢 還順便那個過夜的晚上 跟他的舊情人一起過夜 然後他一直喔 這樣子劈腿啊 然後對他自己也很困難 他就一直要問他 問他怎麼辦 那這其實是什麼呢 他的判斷說他也是害怕死亡 為什麼 他一直 他為什麼一直要回去看診呢 因為他不想做出選擇 他不想選擇他老婆 而放棄了什麼 放棄了他的其他的女朋友 因為他如果選擇老婆 他就等於沒有其他可能性了嘛 所以他一直不想放掉這個選擇性 這個是很多人會這樣子的 然後再去追溯到他的一些過去的想法 發現這個人喔 因為他是醫生 從小就品學兼優 實相全能 體育也很厲害 音樂也很厲害 畫畫也很厲害 數學也很厲害 什麼都很厲害 他後來選擇了當醫生 可是他心裡面一直有一個聲音告訴他說 我跟一般人不一樣 一般人呢 只能選擇一件事情當成他的職業 可是因為我是天才 我什麼都會 所以我不用做出選擇 我不用放棄我可以什麼事情都做 所以他也覺得說 他可以不用選擇一個人作為他的伴侶 他可以選擇很多個 他甚至覺得他不會死亡 他還有其他的可能性 所以這就是死亡跟自由的關係啦 這個東西會影響 當你對這個東西感到焦慮的時候 其實你有可能是對死亡感到焦慮的 那這只是一個舉例 我的意思是跟大家講 你可能覺得自己不害怕死亡 你可能覺得自己不恐懼死亡 可是在背後其實他就是什麼 他就是一種對死亡的恐懼 那個是你沒有感覺到的 這是他這個存在心理治療的一些重點啦